韓系手机品牌厂商 我新品大手比较的两位大言人 小S和阮晶天 小S出场时不停的调逗小天 让小天尴尬到不知道如何是好 而小天退伍后 与李烈和伙开公司 但却被八卦杂志报导 两个人严重闹不合 你跟丽姐有吵架吗 我们有吵架啊 但是就是 你跟你妈不吵架吗 就是你跟你妈吵完架之后 你就不是你妈的女儿了吗 其实不是啊 因为其实我们虽然是很久很久的朋友 但是毕竟是两家公司 两个人的想法 也都不会完全一样嘛 慢开天价 我其实蛮便宜的耶 对啊 所以不太会有这种问题啦 可是我听三星说你很贵耶 哪有 你很气测 开玩笑了啦 小天平平被小S吐槽 就连没有被选上 台湾四大小生的行列里 也被小S宽说 可以往四大老生迈进 没有 我真的很爱他们啊 然后其实没有啊 这不是很重要啦 因为每一年 反正去年当兵嘛 今年好好从事就是啦 因你的实力没问题的 至少可以登上将来的四大老生 小天遇到小S完全只能小笑应对 但也确实增添了不少笑量 看来厂商这次加大千 请两位大咖大言人 也成功地达到宣传 在路视频和乐台北报道 正如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